下午14点 周济红宣布了正式决定 全红禅再度获得重任 陈雨昕 陈若霖都看懂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跳水队 总教练周济红宣布的一个正式的决定 伴随着这个决定的到来 暗示着全红禅 他再度的被获得了 委以重任 而陈雨昕这一次也终于明白了 全红禅才是真正的中国跳水队 未来一姐的培养目标 那么众所周知 咱们近期中国跳水队 一直都在积极的备战 蒙特利尔战跳水世界杯的分战赛比赛 那么在上一战西安战比赛 咱们中国跳水队是大包大揽 把所有的冠军金牌都已经收入囊中了 可以说如今我们中国跳水队 作为一支世界跳水的梦之队 我们参加任何国际大赛 很少能够让有跳水单向的金牌旁落的时候 所以说咱们中国跳水队 这种稳定的发挥表现 如今已经把跳水这个项目 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表演的舞台 我们更大的看点 已经放到了一些个人单向上 我们中国队的两位运动员之间的 内部的对决是更为精彩的 我们跟外协会根本没有什么可比的了 已经完全完成了这种断层的优势 那么在我们中国跳水队 队内的这种竞争之中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 无疑就是在女子担任市米台这个项目上 全红蝉与陈雨昕两位小姑娘 真的是我们中国跳水队的一对绝对的天才少女 那么这两个人的个人技术能力 是目前看上去旗鼓相当差不多 那么论天赋能力上线呢 全红蝉其实是更高一些 他属于那种百年难遇的跳水奇才 那么全红蝉此前在东京奥运会上 就打破了世界纪录 奥运纪录 拿到了奥运冠军金牌 那么随后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大家也都知道全红蝉呢 迎来了一个跳水的女性运动员 最困难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生长发育期 随着自己身体身高 体重各方面的一个快速的变化 让自己想要在空中控制自己的动作 包括入水的水花的控制上 难度更大了 他需要每天都在适应自己 在快速生长发育的这种身体身形 所以说导致自己呢 想要获得稳定的比赛成绩 来征服教练组的难度 也在越来越大 所以说在近期连续的国际 国内的比赛 已经连续六战比赛 全都输给自己的队友陈雨昕了 但是要知道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可是赢了陈雨昕好几十分 对吧 他如果说在最佳状态 不受生长发育关难题限制的话 他跟陈雨昕之间 其实也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 陈雨昕完全跟他 可能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所以说如今 陈雨昕竟然能够连续六次击败他 就暗示着全红禅 已经跌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 他需要快速的摆脱现有的低谷 才能够未来获得更多的重用和提拔 其实伴随着他一次又一次的输掉比赛之后 很多网友也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 如果说后期的国际比赛 他被其他的后人取代了怎么办 就像此前的张家祺 大家都知道 在全红禅冒头之前 张家祺和陈雨昕 是中国跳水队两个最强的王牌 但是在全红禅目前已经视如破竹 并且拿下东京奥运会冠军之后 张家祺在新的奥运周期 已经逐渐的淡出我们广大的 中国跳水队的视线了 对吧 已经逐渐的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能够让大家感觉到 如果全红禅连续的输掉比赛之后 是不是中国跳水队 这种内部的激烈竞争之下 会有新的人才涌现出来 而导致全红禅失去位置呢 是有这种风险的 但是呢大家也担心在接下来的几战国际比赛中 不让全红禅参加了怎么办呢 但是就在近日下午的14点钟 我们看到 根据世界永连 官宣了中国跳水队最新的 参加蒙特利尔战的跳水比赛的名单 那么全红禅的名字赫然在列 也意味着他再度获得中国跳水队 总教练周继红的这样一个重用和任命 对吧 周继红做出了这样一个正式决定之后 也算是给予了全红禅更大的信任 虽然说近期他成绩不佳 但是依旧选择相信他 相信这个天赋异禅的跳水 才女 未来是一定可以上演状态上的王者未来的 那么同样 对于陈雨昕来说 他也看懂了 虽然说他连续六次击败了全红禅 但是中国跳水队 依旧对于全红禅抱有很大的期待 对吧 同样 作为全红禅的主管教练 陈若霖他也懂了 他知道了自己主管的全红禅 他的这个徒弟 目前身上的担子很重 所以说陈若霖也需要尽快的帮助 全红禅的状态迎来一个复苏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全红禅尽快的成长 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未来的领军人物 我们也相信在中国跳水队各方 共同的努力和重视栽培之下 全红禅一定可以在近期完成一个状态上的王者未来 并且在新的周期成为我们中国跳水队 一张绝对的王牌领军级的人物 并且成为世界泳台 世界跳水界的一个标杆性的旗帜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拭目以待